感恩那么大慈大悲,祝福救难管达一甘观星菩萨摩扬。 感恩尊敬的陆君弘台长,请赐福慈悲,帮我丈夫看。 我的丈夫是1981年暑期的。 啊,她的腰啊,腰椎这里出问题了。 对。 我告诉你,你的先生现在两个脚,有一个很能动,还有一个很难动。 对。 你的先生是意外的事情造成了他的精神上受到创伤, 还有生理上受到创伤。 他才这样做轮椅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念经啊。 现在,我告诉你,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踩在他的右面的腿上。 所以他的右腿啊,这里非常的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小房子先念三百六十张。 好吗? 好。 放生要好好地放。 放生先要放五千条鱼。 你先生呢,比较节约,但是也要放。 好吗? 好。 我都知道,你们两个人呢,要好好地放开自己。 你是很老实,因为你先生的过去呢,的确脑子太活了。 所以他的确有很多的业障。 你要彻底地改。 你如果不跟菩萨说忏悔的话,你站不起来。 你要好好念忏悔文,我会让你站起来的。 好吧。 他现在精神上,就是脑神经啊,也受到创伤。 是左面大脑,影响到他的左手。 右面大脑影响他的左手。 所以他现在的左手不大能动。 对。 而且他的血管上不了大脑,所以他经常昏睡。 好像睡不醒一样的。 听得懂吗? 对。 他还是有救的。 实际上他是属于,现在我看他很多脑神经全部血管堵塞了。 所以通不了。 通不了的话呢,你赶快叫他吃单身片。 吃单身片,然后呢,要给他念经。 小房子我已经刚才跟你讲了。 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们要许愿,永远不要再杀生吃活的东西了。 而且要最好能吃素。 开亚加达法会的。 我们从亚加达法会,我们更了解心灵法。 因为以前我是天土教的。 从亚加达法会过后,我们就开始吃全素了。 很好,很好。 吃全素。 我们慢慢放,已经放到九千多了。 我是小房子。 很好。 很快。 你先生大概我估计,如果像这么再好好念的话, 还有八个月,就开始叫他锻炼锻炼。 他应该就能慢慢的站起来了。 好吧。 但是要叫他念礼佛,彻底念礼佛。 一天他念功课五遍。 心经大悲咒,礼佛都要念。 礼佛要念五遍,好吗? 他身上有一个男的,过世的一个年纪大的人在他身上。 是他过去可能人家帮了他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叮嘱他,可能是他害过人家,或者把人家忘记了。 你明白吗? 他很不满意。 现在他找他,也在他身上告他。 一个男的,你应该有做梦,做到有人追你的。 噩梦。 你耳朵听得见的。 但是你只是讲话不太方便。 但是台长问你,你做噩梦有没有? 你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做那种很害怕的梦。 有吗? 不记得。 他说什么? 不记得。 这个人年纪不大,大概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 人个子不高,个子不高,头圆圆的。 一个小平顶头,就在他身上。 明白了吗? 所以要把他赶快念走。 不念走的话,他还会弄它。 现在他弄它什么你知道吗? 弄它泌尿系统。 所以他小便很多,又尿不干净。 你问他对不对? 嗯。 所以做人不要去做错事情,不要去害人。 我们做人要凭良心做,好好地做,就会好了。 你们好好地努力,我刚才已经讲了,八个月之后,如果你们这么做下去,很快会有好的现象就出来了。 好不好啊? 好。 师父,师父是因为这个,他症病是开始我们动土,我们帮我们妈妈建家里,建屋子。 开始的。 家里有老人吗? 当时你们动土的时候,家里有老人吗? 它的不是不一样的地,是一个新的地。 记住了,动土如果去挖一个地方,很容易把鬼惹鬼的,鬼就会上升。 因为那时的时候,它是他,他事迹,图是他的事迹。 我是在供底。 我看看啊,是不是他的问题。 是啊。 可能这个男的就是这个鬼。 是的。 他,我告诉你,他为这个设计赚了很多钱。 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他的右脚应该能动,能动一点。 他的左脚不能动。 你右脚抬起来一点点。 一点点。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好。 好。 现在我加持一下你的左脚。 你可能就可以抬起来一点点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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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下。 看看。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动了呀。 只要筋末,我已经帮他数通了。 所以他很快就能动。 要吃单身片,吃了没有。 一天要吃三顿,赶紧吃。 时间太长的话,他的心血管会堵塞,脑血管也会堵塞的。 影响他的智商。 现在还可以,赶紧吃单身片。 听师父的话。 好。 好。 感恩师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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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之前我们已经烧了两百张小房子 收到 收到 太少了 两百张太少了 好吧 要叫他自己念 好得更快 每天要梳头 好吧 你叫他梳头 每天述三十次 因为以前在建造制教的时候 我还是天土教 所以我爸爸一样帮忙 我知道 你整天帮他祷告我都看见 你每天帮他祷告 你还叫过像一个主持 像神父一样的人帮他在求 这都没关系的 现在一样 我经常讲 医生都是一样 对不对 反正自己喜欢哪个医生就找哪个医生 好好地帮他 因为很快就会好了 菩萨在天上都不分的 都是很好的 听得懂吗 我们已经是佛台了 你能不能求求南京菩萨这个事情 有 我已经求了 你会做梦做到南京菩萨的 是因为我需要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你就说 南京菩萨我过去信天主教 现在我信佛教了 请南京菩萨帮我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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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 帮我加持一下 他会知道他会知道怎么去做的 好吧 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 当然 谢谢 比较重症的孩子 师父好 感恩大慈大为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请师父为我女儿看一下 13年属蛇的 好 不要讲 不要讲了 好 脑子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低智商啊 脑啊 脑子出大毛病了 有两个灵性在他身上 你调过孩子一个 还有一个老妈妈 还有一个老妈妈 我讲话对不对了 对 师父 那我们现在师父还 家里有沙叶 家里有沙叶 沙叶听不懂啊 是哪一辈的呢 还是 比方说 你们家族里面开过饭店 比方说有人钓过鱼 比方说家里经常吃活的海鲜 这一类全部都算沙叶 明白吗 明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师父 你要记住了 你们什么都不懂 所以以后 哎 要好好念经的 因为刚开始嘛 你现在要好好念经 这个小那个小的那个你打胎的那个孩子啊 在他身上已经很多时间了 不肯走 明白了吗 经常让他晚上看他 所以这孩子每天晚上会很难过 对 他每天晚上都哭闹的没有办法 你要是跟父亲 跟他父亲两个人听台长的话 看看这种毛病 台长不知道救了这种人多少的 小菜一碟 是的 师父 我跟先生都在这儿 求师父救救我的女儿 但是你要记住 第二个是个老太太 比较更麻烦 老太太在她的脑子上 让他脑子根本不是现在正常的年龄的脑子 对 而且他也讲话都不能讲 只会压压乱叫 对 他现在就是不会说话三岁多年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度人快不快 我一度人 接下来他从来不知道拜佛的 马上叫他直接念经了 不是拜 相信不相信 马上念经 念不念啊 念 好了 就这么度人了 放声不放声啊 放声一定要 好了 就这么度人了呀 我又不是真的要看图腾了 如果大家能这么觉悟的话 我也用不着看图腾了 我就讲讲了就好了 问题很多人不相信啊 没办法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你自己好好的努力 你这个孩子呢 跟你说啊 你们两个啊 不要太精 嗯 我讲话你们要要听 好的 太精了 所以跟你说一定要 要大方 好 一定要 心胸要宽大 而且呢 要对孩子呢 这个经文呢 可能要念 七百八十张小房子 七百八十张小房子 我们一定好好念 放声大概要两万条鱼 两万条 好的 好吧 好 而且呢 还要提他许愿 嗯 这个孩子好了之后呢 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孩子 这个两个灵性啊 在里边老打架 嗯 老打架之后呢 还让他抽筋 对呀 这孩子就是狂闹不止 我们都没有办法 现在知道楼台长厉害了 我跟你说了 要救人呢 就是要有能力的 所以你好好的 把他两个超度走 嗯 他们走了之后 孩子才会恢复正常 这种病没办法看的 因为灵性病怎么看的 如果是肉体病 可以到医院去看 灵性病 你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想不通 你给我打一针吧 医生啊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 你给我开个刀吧 开哪里啊 只有好好念经 明白了吗 一定好好念 你们两个要好好地 念孩子是你们的讨债鬼 哦 因为他要讨掉你很多钱 如果你不找到心灵法门呢 你会花更多的钱 你已经为他花掉很多钱了 是 从他出生 因为六个月 他是六个月的早产儿 所以说在医院里 就三个月 台长告诉你 你记住了 小产也好 大产也好 都是来讨债的 他会要掉你们很多的钱 你学的心灵法门 好好念经 不但孩子会好 你还省钱哦 谢谢师傅 明白了吗 还有 你们两个要发愿 我觉得你们两个 至少当中有一个要发愿 要终生吃素 好的 我吃素 师傅 我一定听你的 吃全素啊 好 好吧 我一定努力 不杀生 要不杀生 这个愿 许愿 我早就许过 孩子好了 我一定 先生说法 一定好好的 这孩子现在几岁啊 现在三岁零几个月 三岁零三个月 好好念 他现在生 他的脸啊 脸像啊 像那个外婆 像外婆 就是像一个老年纪的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走的时候 这个脸像就是这么 非常吓人 眼睛爆出来走掉的 是我先生的妈妈吗 哦 眼睛真的有点突出的 鼻子也蛮高 头发往后竖的 两冰白的 眼睛其实是小小的双眼皮 但是看上去的像单眼皮 你问你先生像不像 家里面 因为 因为他妈妈已经过世好多年 二十岁的时候 我先生二十岁的时候就走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要么是我的外婆吗 我看像你先生的妈妈 是我先生的妈妈是吧 你问问先生看 妈妈走的时候 是不是生那种疾病 肺癌 痛了 痛得不得了 所以上你生 上孩子的生 就是要在 因为你本身 就是跟你妈妈关系 就比较特别 听得懂吗 所以你先生 一定要好好地改毛病 他不够孝顺 谢谢师傅 我可以 感谢师傅 你不相信我可以 叫他来找你 你老实一点 我就叫他算了 饶过你 好不好啊 感谢师傅 好吧 好好把孩子看好 就要我女儿好 就要女儿好 好吧 以后慢慢地呢 可以变掉 就是如果完全好呢 可能不会完全好 就是可能会到90% 已经很好了 好的好的 那师傅 他一直在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里 好像很惊恐 很容易受到惊恐 惊恐就是两个鬼啊 那房子里 我的房子里 是不是还有妖精 有时候惊恐的时候 他是他本人 两个鬼从他身体上出来 在那里演示 表演给他看 吓他 所以他就很惊恐 这个时候是他本人 不是房子里另外的鬼 就是这两个人出来了 那我房子的妖精 就不要再烧了 是吧 你不要再惹事了 不要再讲了 再讲越烧越多了 明白了吗 好吗 好的 小房子因为是 那个佛教的经典组合了 大悲咒心经 都是经典了 往生咒了 欺佛灭罪真言 都是菩萨的经文了 也不是台长造出来的 全部都是经文上 都找得到的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了 一切都看你们自己了 好好的救度你的孩子 你们两个同时也会被救度 你先生要许愿 不能再吃活的东西 好不好 我会的 我今天就发愿 再也不是活的时候 有时候是一个孩子 让我们觉悟的 有时候是一个 额外的一个人间的一个痛苦 让我们彻底觉悟的 所以很多法师也是的 看破红尘 所以他们才出家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彻底觉悟 就从自己的觉悟开始 要有感觉 我很苦了 你才会开悟 一个人在社会上 一个人在社会上 你连感觉都没有 觉得还很开心 你永远不会开悟的 所以觉悟觉悟 会再发 有很多人生了癌症了 好了 以为没事了 最后又复发了 要不能懈怠 一辈子要修啊 会的 我一定会一辈子好好修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如今后台长 师父 感恩您 您辛苦了 请师父 帮我 帮我先生 看图腾 你先生啊 1970年 孰狗 他两个地方 出毛病 两个地方 一个有点忧郁症 对 对 对 感恩 我告诉你 他很可怜 他小的时候 被受过伤害 在家里 在家里 嗯 明白了吗 从小心里就受过伤害 可能是父母亲的关系 是怎样的伤害啊 嗯 爸爸妈妈吧 嗯 整天吵架 或者就是有什么出格的事情 让他觉得很难过 很难过 在小的时候 还有就是他自己读书的时候 对对对 在读书的时候 他睡不着觉 在大学 他不是大学 睡不着觉 他被人家欺负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没关系的 有一个灵性在他身上 灵性 是他老婆啊 是是 我是他太太 太太 妻子 太太不就是老婆吗 对 老婆不就是妻子吗 妻子不就是太太吗 对对对 他要纠正我 不看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境界啊 哦 就是做给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 人要学会控制自己 要帮助别人 要无私的奉献 没有一点感情 感恩师父 感恩 没关系的 给他念 小房子240张 第一波 第一波240张 好 感恩 还有他的眼睛也不好 对 那个灵性老在他眼睛上 对对对 明白吗 对 他过去家里 他过去家里 有没有养过狗啊 或者猫啊 是 猫有养过猫 看见吗 对 死掉好几个猫都在他身上 哦 所以不要养啊 养动物 所以人不要跟 畜生倒在一起 所以很多女人本来蛮好看的 养一个狗 天天跟狗 到后来都脸跟狗一样 真的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敬猪者吃 敬目者黑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 其他没什么 就是手脚冰凉 手脚啊 经常冰凉 阳气不足 咽喉部分不好 咳嗽难受 两百四十章 给他放生放 一千八百条鱼 我们放了两万 他要好好修的 他要好好自己念经的 他不好好念经 谁都救不了他 他现在除了猫之外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他身上 老年人 小时候带过他的 小时候带过你的 爷爷啊 或者外公啊 小时候谁带你的啦 妈妈 爸爸 爸爸妈妈都有 外婆有吗 外婆有啊 外公呢 外公没有 爷爷带过你吗 爷爷 是很小 我也不知道 一个老年人 像男的 个子不高 你外婆个子高不了 外婆个子不高 哦 可能是你的 两冰斑白 头发往后面梳的 鼻子蛮大的 好了 在他身上 还有鼻子 鼻哀 哎呦 已经有点溃烂了 对 对对 你叫他赶快念经啦 不要再等啦 有有 在念经了 吃全数了 吃全数了 对了 吃了一年多 你放射了两万块 你今天就帮他研了 我告诉你很不好的 是癌症癌 一点点再扩散 麻烦 你家里设佛台了没有啊 是观世音菩萨的 设了不啦 是 我以前设着的观世音菩萨 不是东方台那个 不是东方台的 好像没好好烧嘛 烧香都没好好烧 好像也不是天天烧香啊 有的是不准时 不好哎 没菩萨来 放在客厅里 你赶快 赶快到我们东方店来请一张 好 像 免费接员一张像 去赶快弄个镜框 好 去家里供起来 好 否则他会出事情了 明白了吧 好 他最后就很难看 因为就跟那个灵性的样子一样 这里会挖掉一半的 脸很难看 就是一半像鬼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要念多少张十方词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们告诉他多少张 看见没有了 放声 还有呢 还有怎样调整他的功课 大悲咒心经理佛五遍 五遍 好吗 好好好 多念 谢谢谢谢 你要叫他念往生咒 念往生咒 往生咒连续念一个月 每天要念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念完之后再转成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好好好 师父 可以看这些王仁吗 我的爸爸谈亚久 谈什么 谈性严习早的谈 亚 马来西亚的亚 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谈亚久 对对 酒是什么酒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 谈亚久啊 你爸爸 对 很好啊 他很好 他很好 感恩 他已经在阿修罗很高的地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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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谢谢 你爸爸人长得也很高的 听得懂吗 谢谢 你爸爸主要上不去是因为过去活着的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 他欠的情在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谢谢 你爸爸跟你妈妈都坦白过了 也不会跟你坦白的 明白了吗 你要让他再高一点 你再给他念经 他还能再上去 因为他已经接近那个阿修罗道很高很高的位置 好 谢谢太阳 谢谢太阳 感恩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师父 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看你那个样子就像在背了 其实我给我女儿看一下那个生理状况 她99年的熟透的 身上两个灵性在脑子上一个腰上一个 所以她的脑子不行 低智商 讲话都讲不清楚 对对对 你好好给她念经啊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两个灵性都要念 一个灵性很多 至少580张 好的 还有一个灵性180张 加起来也要800张 好的 明白了吗 或者她就一直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跟你前世有点关系 她很爱你 然后盯着你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反响就知道了 两个人还要好了 晚上睡觉要抱着你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辈子不要抱得太紧 也用不着下辈子再跑过来继续抱 大家老实一点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感谢师傅 我们已经许愿了980张 继续 好的 没好 好是好一点点 不像过去 有时候还抽筋 对对对 而且这小孩子的手啊 和脚经常很凉 对对对 他要自己 自己捞自己 然后他要 主要是要自残 对啊 他自残了 自残就是 他被情所破呀 就是过去呀 他老觉得你欠他了 有时候你们知道 真的知道 要知道前世的 你好好地给他念 如果快一点 把小房子念掉的话 他会好起来 有的孩子最多 身上的鬼 灵性走掉是6000张都有 不得了啊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根本不是 就像我们还蛋款一样的 他连本带息的 你越还了完 他还有利息一样的 不要开玩笑啊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感谢师傅 给他好好的念经 每天念经的时候 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一定尽快 我们一定努力 给菩萨讲 请观世音菩萨让他能够 先保留他的一个原生 就是不要让他自杀 这个原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们家族里边也有杀业 家族里 家族里 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他小时候的事情 我都不清楚了 那那个 讲啊 那个时候我想 他现在就是 我们给他许愿了 十万条鱼 现在已经放了 十万多了 你记住了 这个不是数量的问题 你放了这么多 你说哎呀 我放十万怎么还没好啊 不是这个概念的 你没有还清啊 你怎么会好啊 知道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事不宜讲的 十万条 哎呀 十万条怎么还没好啊 人家怎么 人家那个 那个谁怎么 十万条一放就好了啦 放生十万 人家这条命 本来根本没有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没好 业障太重 不要说他了 看看你自己业障重不重了 看看业障重不了 还不明白啊 明白明白 家族性还有问题呢 好了 那个师傅 其实我帮我看一下 那个家里那个福台 什么 家里的福台 你们过去带他 看过通龄人的 找过通龄人的 对对对对 找了很多 哎 叫你们不要乱讲 找了没就是那鬼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他在他身上 不要去乱找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而且家里给你们 放了一些东西 他通龄人啊 在你们家放了一些东西 在那个 他的床下面 当时你们把他请过来的时候 他在你们床上放东西 床下面 像一个小的那个纸包一样 透明的 上面外面还有一个外壳 就是像那个绣过 绣过花的那种口袋 好 我告诉你什么地方都看得见 赶快拿掉啦 不拿掉 stains 我们鬼一直可以上来的呀 好的好的 那些东西那叫法术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听得懂 要正信正念 我们是学佛的人 我们不玩法术的 你看台长有什么法术啦 好的好的好的 许愿放生念经 全部是正法的 鼓掌 那个师傅 看一下那个孩子 那个图腾的颜色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什么样的衣服啊 他属什么 他属兔的 什么样的衣服啊 白兔 白兔 哎呦 他是阿修罗道下来的 哎呦 踢下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在上面犯罪了 跟人家打架 所以他很会跟人家打架 打不过 自残 就这样 我给你